大家好,我是李夏 这期的互动话题是 夏天你的发财数几天浇一次水长得怎么样 先来看一下花友们的留言 这个花友盐伟说 我的发财数浇水时间不定 一般我都是用这个检测仪测试 然后这个花友苦咖啡说 夏天浇水我也是等到这个土干了才浇水 花友fll说 发财数夏天十天浇一次 已经长得很茂盛了 没什么干液 这个花友小欢说 我家的两棵大发财树 一般都是一个月左右浇一次 每天往这个叶面上浮浮水 长得非常地好 总结一下 我发现大部分花友在夏天 给这个发财树浇水频率都不会太高 所以都长得还不错 大家都知道这个发财树 它是洗高温的 所以在夏天 它的生长速度是比较快的 而生长速度快的话 本来这个蓄水量是很大的 那为什么花友们浇水频率不高 反而长得更好呢 主要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盆栽的这个发财树 尤其是这种大的发财树 都是被截掉这个根的 因为它的根实在是太大的 而现有的根都是这种毛细根 毛细根是很弱的 很怕捞 第二就是这个发财树 它筋干很粗里面 除水量很大 所以它是比较耐旱的 但是有些花友就不知道这个发财树有这种特性 所以一看这个盆树表面干了 就赶紧给它浇 生怕渴到它了 它就长得不好 其实夏天这个天气热 很多时候盆树表面是干了 但是底下还是湿的 如果你只看盆树表面干了 就给它浇的话 长期这样浇下去 这个土就是长期保持一个湿的状态 高温高湿的话 这个毛细根就容易烂 所以在夏天给这个发财树浇水 一定要等这个盆树完全干透了之后 再给它浇 具体几天浇一次 这个是没有标准的 要根据你的环境 花盆的大小 以及用的什么土等等因素来判断的 慢慢的你就会摸索出一套 适合自己的浇水方法 如果你实在不知道怎么判断 可以学学这个花油原味 就是用这个检测仪来测一下这个土壤 到底要不要浇水 这期话题就聊到这里 下期话题是 夏天你的文竹黄叶了吗 你觉得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大家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告诉我 很想听说 好 老人 老人 你